小雪 你是谁 妈妈我是小雪 妈妈也不和我说话 我再打给爸爸 爸爸我是小雪 可待我回童话王国吧 别想忽悠我 小雪就在我身边 学能帮帮我 难道我再也回不去童话王国了吗 这道题小雪回答 我不会 小雪自信怎么回事 每次提问都不会 她已经不是这样啊 她不是熊妹吗 熊妹眼镜老师为什么叫你小雪 小雪去哪了 大宝你在说什么 小雪不就在这里吗 熊妹是谁 大宝哥哥 我就去小雪 不对 小雪比我大 如果你是小雪 为什么要叫我哥哥 好像是不对劲啊 小宝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吧 快放我出去 我要回去 你已经被新的小雪代替了 你再也回不去了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曾经也生活在童话王国 但是 我被大家忘记了 所以 我想让你也像我一样 如果小朋友们能猜到我是谁 我就把小雪放回去 小经理 你还记得小雪和熊妹吗 这不就是小雪吗 熊妹是谁 糟糕 连小经理也不记得小雪和熊妹到底是谁了 大宝 连凯莲阿姨和新大爷都说我就是小雪 你还不相信吗 对啊大宝 应该是你记错了吧 小雪叫你哥哥也只是叫错了一下而已 小朋友们也觉得是我记错了吗 小朋友们都说我没错 你们就相信我吧 可是 谁能证明小雪不是小雪 我想到了 还有人我们没去忘过 黑暗魔王 你还记得小雪和熊妹吗 我记得 可我才不告诉你呢 只要连大宝也忘记小雪是谁 真正的小雪就很消失 我不知道熊妹是谁 不过小雪不就在你旁边吗 好吧 童话王哥所有人都这么说 看来真的是我记错了 小雪姐和熊妹怎么了 我好久没看到小雪姐姐了 黑暗可可 别说了 黑暗可可 你还记得小雪和熊妹 黑暗魔王你一定也记得 你刚才是在骗我 我就是刚才没想起来 我现在想起来了 你旁边的是熊妹 原来我真的不是小雪啊 那真正的小雪去哪儿了 被我带走了 你是谁 快把小雪还给我们 我就是小雪 以前小朋友们也很喜欢我 可是 现在我被大家忘记了 我想起来了 我们同花王国 以前还有两个叫小雪 你是哪一个 我是在雪花发甲的小雪 只要你们能说对 我带了几个雪花发甲 我就把小雪还给你们 我记得是一个雪花 不对 我记得是两个 我也记得是一个 小朋友们知道是几个吗 快在评论区 留言告诉我们吧 嘿嘿 我这大事两个 这次小朋友可千万别告诉大宝他们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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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